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卡金融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0年9月24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0年9月24日20点30分 我们今天还是一起把握大势 不是赚大钱少赔钱 现在的就是不能是把握大势赚大钱了 我一会把这个给改了 现在就是以不赔钱为原则 那么咱们先说一下盘钱的情况 盘钱现在已经开始下跌了 刚才8点钟的时候 想给大家正准备节目的时候 想说盘钱还有一波跌 大家就盼着这波跌 能够一下跌到位盘钱跌到位 盘中的盘等开盘的时候 可能会前15分钟暴跌一下 然后就能起稳 有的人就说你老盼着这个跌 我确实是盼着他盘前 该走完的走完了 别到盘中的时候 因为盘中的时候 这个放大效应太大 放大效应太大 那么我们来看 还是按照惯例 咱们现在因为有人说 就想听这个指数 不想听基本面了 那咱们就先说指数 还是 我们可以看 在盘前大约在7点半的时候 有一个要收敛 我当时还说呢 我说这会儿要收敛的话 可能就不太好 因为收敛呢 说明它调整不充分 那么又从7点半到 从8点半 从8点半到现在 8点半 就是8点半之前有所收敛 因为这个7点半呢 显示的是美国中部时间 从8点半到现在 到到现在 这15分钟又有了一个充分的调整 那么同时呢 也把这个15分钟线 就是短期指标带下来了 目前看呢 带的不够充分 应当是还会再往下再带一点啊 从目前来看 应当还往下再带一点 带到就是直接 可能就是3200点啊 或者3108 可能就直接 直接就带到3108到3200点 那么就标普而言呢 本身啊 就标普而言本身 我们可以看啊 这就基本上就快一步到位了 这基本上就快一步到位了 那么它往下的空间呢 我们可以看啊 往下的空间也本身不大啊 3150点这个半年线就已经冲上来了 那半年线一冲上来之后呢 空间也就不会太大 那么如果要是盘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说那得多长一根阴线 我指着盘前不是说直接到这啊 就是盘前15分钟 就是短期指标啊 短期指标能够出现一个直接信号的话 那么咱们今天的盘中 前15分钟或半个小时啊 还是可能会惨烈一些 但是后边 大家可能就过得比较舒服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幅图啊 我们再来看一幅图 这给大家列出来了 这是盘前啊 我在这儿啊 发现了他这个做空 只说我就犹豫 在盘前的时候我就犹豫 我是不是在这个 9块7毛5啊 在这一块 我肯定你谁也 你不可能买到这个最低的底啊 然后后来呢 我自己就画了一幅图 画了一幅图量了一下 啊 有的人问我说 这拿什么量的 拿拿拿拿他量的啊 嗯 菲波纳切 菲波纳切 这个菲波纳切的 不是用的菲波纳切回撤啊 我用的菲波纳切这个延展啊 就是说是往上涨 它能涨多少 这个这块去量了 那么 那正好这块一看的是一个圆湖底 哎 我觉得圆湖底呢 应该往上冲的空间还是挺大 量了量 后来一看呢 也就是到9块9毛5啊 就到这个位置 9块9毛5 那他现在呢 是这个最高涨到10块 现在又回到9块9毛6 嗯 量了量呢 这个距离呢 觉得呢 他也就是到9块9毛5附近 就没敢再弄啊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啊 如果要是从9块7毛5到9块9毛5这也不过是就是最大范围 我当然了没有想到它涨这么高啊 我我就想到它涨到这儿那就是9块9毛3还不是9块9毛5 9块9毛3这块啊 那算了算 1.8 以1.8的这个空间 我现在要是说啊 不是空仓啊 直接再去买这个博这2%去 嗯 在市场层面来说的话 或者说从技术层面来说的话呢 呃 这两个方面都有点悬啊 因为我要博这2%的话呢 很有可能在开盘之后 他一旦止跌 就一个大嘴巴又给我抽回来啊 那就他因为他要回落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会往这回落啊 往这回落 那这直接就会回到9块8毛3 那么我这块的空间呢 就有点太小 所以说当时呢 没有敢去下手做啊 这盘前这块确实犹豫了 嗯 另外有一点就是 咱们现在的这个熊市啊 就是是不是进入熊市啊 首先来说 呃 明确告诉大家 现在不是熊市啊 只是说是下跌 只是说下跌 还没有进入熊市区间 而且呢 这个下跌呢 这个我们还就得说 这个基本面的事了 就不是技术上能解决的 这个下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啊 我们可以看 先看这块啊 先看这条 就是新一轮的刺激方案 一直难以落地 现在这美国的两党党争啊 确实是让人有点挠头 啊 跟平时的这个 呃 平时的非大选年的这个党中 它不太一样 非大选年的党中呢 双方还都比较理性 啊 起码还知道 就是说 呃 双方的争执 要止于迟鱼 不能影响美国 那么现在呢 好像两边都有点这个 稀斯底里了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 对方支持的 就是我反对的 特别是佩洛西 啊 这块 这大家能听出来 我就因为很 有很多人说 就是很多这个川粉啊 都在底下 就就骂我 那就说你这 对对这个川普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我对川普个人 我一直不太感冒 但是我的理念 还是比较支持共和党的 只是没想到 共和党 怎么这些年 也出不了一个合适的人啊 咱们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种 就是现在的这种 极左的思潮啊 或者说是就是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这种 就是只要是共和党说的事情啊 他都否定这种 这种 这种思维方式啊 实在是 现在觉得这个 民主党这边 呃 不太靠谱啊 不太靠谱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 民主党拿出来的方案 确实是不大可能 让美国延续 一下弄一个三万亿的方案 三万亿的方案 你美国现在国债 已经都发了多少了 你三万亿的方案 你怎么可能持续呢 到时候你拿什么还 这个 是吧 那么他现在呢 就是这么一个极端的状态 呃 那么为什么 有人说说你都知道这些极端状态了 而且就是说佩洛西 呃 这块领导的这个 呃 众议院 可能通不过 你还不敢做呢 就在就在这块的时候啊 我不可能说买的这个底儿吗 就是在这块的时候 看见油管的时候 在七块七 九块七毛五 九块七毛六 这块 那么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 他到了十块之后 他打回来 那么也就是跟我量的这个距离呢 是差不多的啊 我当时量到九块九毛三 这百分之二 我们可以看啊 在这块的时候 那在这块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拐头的迹象 这属于这属于就是盘前的一个情绪啊 可能大资金又想搁一拨韭菜 做了一拨空 忘记拉的 很有可能在九块九毛三附近就直接开始回落啊 或者说是盘后啊 真正的大资金来了 就觉得韭菜没有了啊 都是跟他同等量级的来了 光当就掉头向下 从这是从这个ETF上看啊 从这个股指期货上看呢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已经磨了挺长时间了 那么又接近三千两百点 这个整数关 那么再往下的空间呢 我们可以看 再往下的空间 他往下 即使 即使再往下去做 第三个底 这虽然他是往上吧 我们可以看这是贴着零轴 贴着零轴往上 那基本上就可以视为 没有 他往下的空间 也就是说是中短期指标 可能要做一个第二个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直接出手做空啊 有点晚 那个人觉得现在直接出手做空有点晚 那么有人说昨天你做了吗 我跟做A9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昨天盘中的时候 我本身一直配着这个SQQQ盘中的时候呢 又配了在前一天又配了一个一只股票的空 就是在前天 这都不是昨天配的 这都是在前天 前天已经配好了的 就是配置好了一部分做空的仓位 在盘后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已经平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的跌幅 我们可以看昨天的跌幅 昨天的跌幅呢 是比较大的 而昨天跌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位置 他就止住了 止住了呢 让我来判断的话 当时的判断 就是没有证据 还能能够破前提 那么现在破前提了 破前提了 我刚才就有心说是这个买点做空的 买点做空的 但是后来现在发现 他又开始往回收敛 特别是啊 这是技术面上 就是说由于他往回收敛 我不敢轻易的就是说做空 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刺激计划突然间就出现了 因为如果要是股市这么跌的话 股市这么跌的话 一些避险的资产呢 都已经往这个美国国债这块跑 而美元指数呢 现在也止跌回升 那么会不会两党迅速的 在某一个时刻 光他宣布 出现了这个计划 或者是 或者说是 哪又提供什么工具出来 这咱都不清楚 这咱都不清楚 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是做单边做空的话 目前看 目前看 跌到这个位置 有点悬 跌到这个位置 有点悬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空呢 就是如果今天盘中的时候 他往回去拉 往回去拉 拉到一定的位置之后 那么有的人说拉到哪呢 我给大家说画一个 就是画一个图 可能的拉到的位置 可能拉到的位置 可能拉到的位置 附近的时候 那么我可能会再考虑做空 那么有时候说 你说这六十日均线 这向下 这不是还这么大空间 那么到3000点 就考验这个标普的时候 那么这3000点 今天能不能跌下来 目前看 目前看 没有证据显示 因为15分钟往下跌的话 直接说是跌到这个半年线和年线这块 目前有点悬 目前有点悬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真的 就是说觉得在这个博弈的市场 我们想去做空 做空赚钱的话 那么也等一等 等一等什么呢 等一等 我们可以看 现在15分钟下差已经很厉害 等一等 这块 等一等这块 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3250以上 或者3280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做空 那么有的人说 他要单边下跌 单边下跌 你就空仓出来 你把你的仓位给降下来 就是了 不要说是 不要说是这个 轻易的直接在做空了 或者是 或者是 出现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极端的 你说单边下跌会怎么样 你说我前一段 又没有降下来仓位 那么前一段 如果没有降下来 单边下跌的时候 一是可以止损 二一个 我认为下跌的空间不大 如果是我 我没有把仓位捡出来 我可能就装死了 就不会再 就不会再做这个 就不会再做这个单边跌 就不会再止损 因为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 我手里的票 没有止损的票 一本身就已经跌到位了 大盘往下跌 他也没有多的空间 我可能就装死了 直接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想追 你想追做空的时候 那是怎么追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啊 开盘之后 我把这个 我把这幅图再给大家调出来啊 等开盘之后 我们可以看 他现在已经有收敛的信号了 等开盘之后 如果 KDJ往上走 往上走 金叉不成 再掉头向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做空啊 我们可以开始做空 那么如果要是什么信号都没有 那么盘前的这波 盘前的这波 做空啊 盘前的这波做空 可能就是 又空 那有的人说 你这不是往上涨的吗 我这是做空啊 反向的 反向的 我这是反向的 不是这个 这是做多 给大家调指 这是做多啊 SPXL 因为有的人可能看不清楚这屏幕 X XPXL 这是三倍做多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 SPXU 是标普三倍做空 我们可以看 现在 已经开始回归我这个 位置 回归 就是我画线的时候啊 它是没到这啊 我画线就画到10 它后来是真涨到10了 那是 赶巧了啊 我画线画的没 就是 就画的一个10的整数位 但是我看的位置呢 是实际上是9块9毛3这 那么它现在正在回归 那么有可能 现在看 有可能就是 真正的开盘的时候 真正的开盘的时候 往下很杂一下之后 就拉起 很杂一下就拉起 就是从做多的角度来看 盘前的时候 有可能到3108 不见得3200能撑得住 3200撑住 当然是更好 就有可能到3108 往下砸一下之后 就开始往起拉 那前你要是做空的话 那你就是两头受罪 所以说呢 我们盘前 盘前呢 现在做空呢 并不建议啊 我这也就是 我当时犹豫半天 犹豫半天 为什么没有做 为什么没有做 那有从技术位上 这是应该做了 但是技术位的空间 实在是太小 只有 一点多的空间啊 我们可以看 现在回归到这儿嘛 就是1.8的空间 当时更何况我 要做的位置 又没有这么大空间啊 我要做的位置 9块7毛5 实际上也就是1.6 1.6左右的 这么一个空间 在这种空间下 做啊 那就是 纯精细化操作了啊 纯精细化操作 在市场这种 多重不确定的情况下 风险性更大 还不如我说是装死 还不如装死 更何况我本身 配置了 有几只个股 就都是做空的 那么开盘的 如果他往下一跌的话 这我这几只个股 就已经能够把我的仓位 给对冲回来 呃 我再去加大这个 做空仓位的话 恐怕就 风险就更大啊 这是我自己 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个人操作 那么如果是 大家现在说 我不会做空个股 呃 做空这个股指的话 那么我们就等一等啊 等一等 呃 如果他到了3108 啊 或者3200这一线 只跌 我觉得他应该靠近一下 3108 只跌了 啊 我们就今天就放弃这个 做空的计划啊 放弃做空的计划 等他反弹 反弹 反弹成什么样 反弹成我们盯住了这个 KDJ KDJ往上一走啊 往上走走起来 如果他金叉不成 他金叉了 你就别弄了 金叉了 他就往上走了 他金叉不成啊 要死的时候啊 要死不死的时候 我们进去做一把空啊 做一把空 这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种做空的方法 就是我们等啊 我们要等 这就要有点耐心啊 我们要等 昨天不有一根实体这个阴线吗 啊 实体阴线 我们看实体阴线的一半 正好是前一天这个小反弹阳线的呃 开盘件啊 到前一天 反弹到前一天 就是从股指期货上来说 前一前一天 不是昨天啊 前天啊 前天的开盘件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考虑 我们可以考虑 加一部分这个空头仓位 那么就现货而言啊 就现货而言 也就是说在靠近60日均线 还没到的时候 在3300点 3300点附近啊 3300点附近 我们开始 做空啊 如果你要说说觉得3300点 他达不到啊 最少最少 我们也要 等到3280点附近 也就是说这根 啊 这根探底针 的T字 这个横线的位置啊 3300 3280点附近 我们开始考虑 做空啊 我们开始考虑做空啊 这块还要结合其他的指标 那我们再看 这是整个今天的技术面上的事 最后再跟大家叨了两句这个 呃 基本面啊 刚才说了一个刺激计划 这块呢 还说了一个就是整个市场啊 成价比较大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是呃 整个这个最高院啊 最高院这块 那法官空缺之后呢 现在两党呢 又开始争计这个法官的候选问题 嗯 如 而且这个法官的很有可能啊 跟这个医报方案有关系 这个医报方案 如果要是通过不了的话 在目前大流行的情况下 呃 也是比较麻烦 那也是比较麻烦 呃 本身 他这刺激计划 不出来 这对这个 消费就是一个打击 对吧 那么如果 这个健康 呃健康保险 这块 在没有后 后续的保障 那这又是一个打击 多重打击 再加上技术位的回调 那么可能就会 整个 让市场更加向下 啊 更加向下呢 是建在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是建立在 我们说的这些 不确定因素 都向不好的方向发展 而现在的技术空间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往下的空间呢 比较大 往下的空间比较大 今天会不会有一个反抽 我们就看啊 今天反抽上来之后 再开始考虑做空 反抽 如果没有直接 往下跌的话 那只有出现 加速下跌的信号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kdj往下 kdj整个开口都往下了 而且我们不能做 说是小级别的kdj 你不能说说 说是我做一个五分钟的kdj 这个超短期的kdj 你往下的话 那没用啊 那没用 那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片线 我们看一下 就是中期中短期的kdj 如果向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加空单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盘中或者A股时间再见